国内出口连续七个月衰退 今年经济成长率保二破功 经济部公布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情况也不乐观 只有350亿美金 年增率和去年同期相比 衰退了8.3% 连续五个月负成长 那目前我们八月份才350亿 第四季要很努力 那付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八月外销订单公布 金额350亿美金 年增率为负8.3% 创六年来最大减幅 看看今年外销订单金额会发现 从三月以后已连续五个月负成长 根据经济部统计显示 电子业外销订单严重萎缩 其中又以LED面板厂最惨 由于全球景气吹寒风 下半年已忘记不忘 还得面对红色供应链的竞争 面板厂举步维艰 我们也要变成红色供应链里面的一份子 红色供应链来势汹汹 台厂拼不过只能选择加入 在业务紧缩的情况下 不少电子厂已经开始缩编 根据竹科管理局 九月之前的通报资料显示 面板厂友达近期开始精简人力 资前了73人 LED累积龙头 晶圆光电也资前了75人 参元则资前了35人 竹科六大产业中 九月资前人数 以面板LED厂占最多 出口连七黑 外销订单连五黑 以出口导向的电子业 面临景气寒冬 全面拖累经济成长率 外界优心 今年的GDP 面临的是成长保卫战 记者黄立委谢奇文台北报道